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龙通常充满积极性 自信 有报复并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因此 华人喜欢在龙年生龙子 龙女 2024年的甲木鼠羊木像植株大树 甲城的卦象描述魏高山上的桥木 要让树变得高大 需要良好的土壤 水源和阳光 龙的五星骸包括樱木 代表猪小草 可以视为甲木的根部 龙的水库旁通常有绿地 适合树木生长 换句话说 2024年的木气非常旺盛 木代表着成长 新生 创造 想象和竞争 让人生充满活力 因此 2024年是展现才华的绝佳时机 接着 我们将深入分析出生于1946 1958 1970 1982和1994年的生肖狗在2024年的运程 狗在十二地之中用虚位代表 虚狗的五行主要含羊土 羊土象征住高山 当狗土遇到龙土时 就好比两座高山并排 这代表住狗挑战权威 狗的五行还包括阴火和阴金 虚时指的是下午七时至九时 也就是太阳下山的时刻 点亮灯火的时候 在命理学中 虚狗被称为火库 这与龙的水库相对应 狗土磕水 水代表住狗的财富 2024年 狗有机会找到水库 这是精彩之掌 当然 龙会守护它的财库 因此 狗要努力才能得财 生肖狗与生肖龙都属于羊土 就像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 同辈弟兄 不期而遇 一同分享经历 这意味着社交活动和网络线上互动 可能会成为你日常生活的常态 在2024年 你将建立深厚友谊 加强人际关系 广阔群组人脉 2024年的羊木代表着茁壮的大树 木刻土 因此2024年的木会给狗土 带来一些压力 这也表示 你上班的工作量会增加 也可以说 你会专注 在你的工作事业上 关心事业上的成就 龙的五星中 还有樱木 它能激发2024年羊木的能量 因此 龙有管道给狗带来工作职位 发挥潜力 对于生肖狗而言 这是提升职位和扩大权责的绝佳机会 生肖狗需要与生骁龙合作 才能发挥自己在职场上的专长 尤其是在应对具有挑战性的专案时 分工合作和协同策略 将有助于实现共同目标 狗是火库 而龙则是水库 水克火 生肖狗预生骁龙到处是工作机会 生肖狗向生肖龙学习 事业必能腾达 因此 在2024年 生肖狗的事业有望生机蓬勃 蒸蒸日上 活力充满 水代表助狗的财富 因为狗的养土能够快速吸收水 这一位助狗赚钱相对容易 龙是水库 而且龙山和狗山之间容易汇聚流水 所以生肖狗里当建材 然而 龙是财库的守护者 龙的鬼水对应狗的误土 代表薪资正财 狗要尽财 需要工作 才有源源不绝的好收入 生肖狗可以向生肖龙学习如何有效力才可存钱 此外 龙的鬼水又和狗的误土相合成火 这表示生肖狗具有强大的吸金能力 它们赚到的钱可能用于孝顺父母 购房制产 追求学识 增进身体健康等方面 狗和龙都属于土 它们之间是有钱的关系 不太容易激发出爱情的火花 充满真诚而不浪漫的互动 单身的男女在寻找爱情时 可能会觉得异性突然都不见了 但是 水代表住男性朋友的女友或妻子 而龙是水库 因此 单身男性仍然有机会找到合适的对象 此外 龙的阴水和狗的养土相合成火 这表示生肖狗有可能遇到一位情义相投的对象 如果我们将狗视为火库 龙视为水库 那魔龙的谁可代表住女性朋友的男友或丈夫 这意味着单身女性在龙年也有可能找到爱情 此外 单身朋友参加社交活动时 如果能与属托的人一同参加 可能有助于催动桃花运 增加恋爱的机会 生肖狗在龙年俗成为冲太岁 有些人会前往寺庙祈求太岁庇佑 以求平安 狗和龙对冲是因为我们将朋友视为敌人 用竞争替代合作 龙狗之间的水火不容 已经有分析他们的相互关系 离上砍下 火上水下 火水无法交流沟通 是火水未寄挂 砍上离下 水上火下 是水火寄寄挂 所以 生肖狗与生肖龙的相处之道是 龙狗配 龙未正 狗未负 只要避免正面冲突 就能和鞋相处 总结生肖狗 在2024年的运程 可以说狗遇上龙 忙于工作 努力赚钱 珍惜友情 自在自由 狗在2024年遇上阳墓年 将专注于事业发展 走事业运 狗土遇龙土 身后友谊 交往频繁 狗土遇上龙水 财运亨通 走前财运 狗土和龙水相合 人缘不错 有桃花一行缘 若要缘分 仍需积极追求 生肖狗在2024年将拥有众多朋友 声势浩大 信心十足 人气 事业和财富皆美 完整的2024年12生肖 龙年运程解说 在5D8C点 靠我的八字网站 可点击右上角的链接 或在视频的说明 找到我的八字网页的 2024龙年运程链接 预知 大运流年运势 需要用你的生日和出生时分 先查你的八字和五行 我的八字网站 会告诉你的喜忧神 还计算出你的人生起浮图 至于 流年的运势 就要从每日运程取得 对于 未来的时间 可从某年某月的某一天的网页取得 你可以从我的八字网站 首页的算命精华 找到所有网页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农年 心想事成 喜悦充满 别忘记点赞 分享 留言和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